战争是人类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由此衍生出的相关电影也数不胜数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多数战争电影的主旋律总是数道英雄展望胜利 以战场的残酷和饱含铁血的温情吸引观众眼球 但牛苏尔今天讲解的电影却不同 他找比于战争中数量庞大而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群体 平民讲述了一个别样的抗战故事 子日 1945年 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了尾声 国际间的形势一片大好 中国军队也在国际盟友的帮助下发起了反攻 苏联的钢铁洪流以一往无前的姿态 开进了中国东北大兴安岭 奉命进攻驻守在此的日本关东军 法西斯势力败局已定 但这对日本军队的疯狂没有任何影响 面对着人数与装备都优于自己的苏联装甲部队 日军组织了赶死队 由步兵携带着炸药包对坦克发起死亡冲锋 妄图用血肉之躯阻挡苏军的攻势 他们称之为死得其所 我们称之为丧心病狂 而在战场不远处的后方 正在进行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被当作劳力试验材料的中国平民俘虏 一排排的押送至刑场 接受枪决 可能是怕他们被救后会帮助苏军 也有可能是单纯的损人不利己 机枪一排扫射过后 只有我们的主角杨玉甫 幸运里没有被击中 但他没有选择隐藏在私队里逃过一劫 面对敌人的枪口 杨玉甫用不多的力气 缓缓地站了起来 即使是死 也要有中国爷们的尊严 日军还没来得及再次开枪射击 苏军的坦克已经杀到 这代表着前线的日军已经全线崩溃 行刑的柜子手来不及开枪 便落荒而逃 杨玉甫因此逃过一劫 被苏军救下之后 安排到了车队对尾的装甲车上 和伤员待在一起 前往安全的后方 面对远处被硝烟遮挡的太阳 杨玉甫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 苏军对刚占领的道路不熟悉 再加上尘土的影响 在一个岔路里 大部队失散了 装甲车误打误撞地开进了日军的营地 日军军官正在对营地内的平民 做战争动员 苏军装甲车出现后 不知谁喊了一句 我们被包围了 场面瞬间混乱起来 车上的苏军边打边退 随着逃亡的平民向着森林跑去 杨也在混乱中 被人群裹挟着进入了大山 运载上面的装甲车 并没有多少战斗力 冲杀过后 苏军只有军医那家 与驾驶员沙克夫逃了出来 无依无靠的杨只能跟随着他们 但是这遭到了沙克夫的驱赶 他认为这个中国俘虏 只能给他们带来麻烦 那家却接受了杨 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 他被杨救了一命 就这样一行三人为了生存 走进了大兴安岭的茫茫临海 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 木桥的桥头出现了一个日军的港少 身为职业军人的沙克夫 端着冲锋枪在前方充当赤猴探路 刚接近港少 一枚手榴弹就从窗口扔了出来 沙克夫赶紧握倒 等了半天才发现手榴弹根本没有拉拉环 对着港少一顿扫射后 才发现里面只有柔弱的两姐妹 依偎在一起 姐姐在哭声中服毒自杀 妹妹的毒药因为颤抖掉落在地上 被沙克夫抢扶下来 顺势一脚将妹妹踢晕过去 姐妹俩的包裹只有普通的衣服 并不能给队伍提供什么帮助 唯一比较特殊的 便是一个合风娃娃的八音盒 被羊收了起来 一行人必须在追兵到来前出发 不想暴露行动的沙克夫 拿出刺刀要结果妹妹的性命 以防他遇到日军后冲锋报信 那家阻止了沙克夫 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兴安岭中 只有这位熟悉地情的日本高中生 才能带他们出去 这位日本高中生叫邱叶子 队伍中的其他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更不知道邱叶子有了必死的觉醒 邱叶子作为俘虏 被五花大蟒地捆了起来 走在队伍的最前端 没走多久 他就将一行人带到了雷区前 面对质问 他毅然决斓地第一个钻进铁丝网 后面的日军追兵相距不远 时间紧迫 来不及犹豫 三人跟进邱叶子 从铁丝网中钻了进去 邱叶子不管给自己提前做多少吸力建设 但他还是畏惧死亡 他还眷恋着活着的美好 在触动地雷之前 他不敢动了 很快经验丰富的沙科夫 就发现众人身处雷区 气愤的沙科夫打了俘虏 但队伍还得前进 对地雷有所了解的他 只身在前方排雷 在拆除了一枚地雷后 沙科夫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就踩在了另一枚地雷上 粉身碎骨 战友的死亡让那家心如刀脚 他端起冲锋枪 向邱叶子的脚下疯狂扫射 面对枪声 射尸为神的邱叶子慌忙逃窜 幸运的是没有触发任何地雷 杨和那家沿着他逃跑的路线 也有惊无险地冲出了雷区 面对想置众人于死地的邱叶子 那家也放下了善良 狠下心想杀死他 他把刺刀交给了杨 让他结果这个狠毒的女人 杨看着刺刀 国仇家恨一起涌来 自己老母亲的死也浮现在眼前 杨和母亲都是平常的老百姓 和战争毫无瓜葛 却被日军绑了起来 用来让新兵树立勇气 一群新兵在长官的逼迫下 要求杀死守无寸铁的平民 虽然新兵十分不愿意 但面对长官的威胁和惩罚 还是狠下心用刺刀 杀死了杨的老母亲 而杨只能无力地咒骂 日军把屠杀平民的行为 当作成为武士的第一步 如果自己做了同样的事 那和这些禽兽有什么分别 也没有把秋叶子抛在野外 任其自生自灭 而是带上了他 向着大兴安岭深处进发 即使粮食的存量 不能让三人平安地走出大山 但是杨还是决定的 那么义无反顾 夜晚休息的时候 杨拿出了秋叶子的八音盒 在缓缓响起的音乐声中 秋叶子响起了 同样被战争毁坏的过去 那时的他还是个高中僧 被军方强制要求 为帝国尽忠 男生必须加入军队 女生必须加入挺身队 因此自己才和相爱的大西分开 只留下八音盒当作纪念 继续前行的队伍 终于遇到了大自然的阻拦 秋叶子不慎掉进了沼泽里 那家本想放任他死去 但是在杨的坚持下 还是把冲锋枪给了他 杨用冲锋枪当木棍 枪口对着自己 缓缓递向秋叶子 秋叶子只要扣下扳机 杨和那家就会引弹而亡 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两人齐心合力下 秋叶子脱离了险境 这次遇险让三人的关系 缓和了许多 秋叶子也向杨忠心地表示感谢 但杨并不领情 同胞的死一幕幕在脑海中回荡 日本人威胁着杨 让他将被折磨至死的俘虏处理掉 尸体中竟然有人还活着 但也奄奄一息 日军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玩具 把他装进了麻袋 浇上了汽油 看着满地打鼓的俘虏 发出这刺耳的笑声 最后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 结束了这残忍的行径 这段亲身经历 让杨有感而发 低声哭了出来 与世隔绝的三人远离了战争 但依旧承受着战争的折磨 逃亡还要继续 身处大山中的三人 了解局势的唯一途径 就是看天空中鸡蛋的飞机 苏军的飞机越来越多 日军的飞机越来越少 这也让秋叶子时刻备受煎熬 因为他深爱的大西军便是飞行员 在一架日军飞机在不远处坠落后 秋叶子再也忍受不了担惊受怕 征途了束缚 向着飞机狂奔而去 岂不知坠毁的飞机 却意外地引发了草原火灾 风掌火势火炎风向 向着三人蔓延过来 生死存亡之际 秋叶子不再隐瞒 自己会说中文的事实 在身前点起了火 巧妙地用这个方法 在余禁中逃过一劫 杨和那家经过这次 也终于知道了女孩的名字 秋叶子 这也是三人相信彼此的 一个良好开端 事情总是一波三折 军衣那家因为上厕所 在森林中迷了路 和队伍失散了 杨因为不会开枪 也害怕枪声会引来日军 没有轻松秋叶子 开枪吸引那家的建议 只是在原地傻傻地等待 还好一只东北虎蝶到来 让杨误打误撞地开了枪 枪声赶走了老虎 也让那家寻着声音 顺利归队 这次开枪的经历 让杨对冲锋枪起了兴趣 三人的旅途 还是到达了终点 当看到日军营地时 杨才发现 秋叶子又把他们 带到了开头的营地 不同的是 在车上找到了实物与电台 面对孤身一人的恐惧 有些绝望的秋叶子 趁人不注意 拿起了冲锋枪 对准了杨和那家 杨毫无据色 步步紧逼之下 秋叶子害怕地放下了枪 在杨紧钻的手中 正是弹骨中的全部子弹 仇恨早就在杨的心里 深深扎下了根 这让他一直没有放下 对日本人的警惕 电台的声音传来 天皇宣布了 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作为战败国的议员 秋叶子没有表现得那么悲伤 反倒是如父重视地 倒在了地上 我们胜利了 队伍中表现得最开心的是那家 那家的儿子 就死在德军的空袭中 每个人在战争中 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秋叶子心系的爱人 大西并没有一个好结局 日军并不承认失败 并深以为耻 驾驶着飞机 向着美军的航空母舰 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大西因为心有挂念 在要撞击的前一刻 调转了方向 想要逃离现场 但却死在了长官的手中 并不知情的秋叶子 还像一个孩子一样开心 三人开着来时的装甲车 走向了看似美好的未来 一声枪响打破了平静 在山坡下 日军营地里的幸存者 都聚居于此 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他们 开始了互相残杀 米其名曰尽忠 用最后的生命 表达对天皇的忠诚 天真的秋叶子 呼喊着奔下山坡 想要停止这一切 但迎接他的 只有呼啸而来的子弹 杨和那家虽然看过了死亡 但也接受不了 朝夕相处的秋叶子 准瞬即逝 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杨 第一次向人类疯狂开火 释放着自己压抑已久的愤怒 晚霞中日军放弃了抵抗 将身上的武器丢下 和平民一起 向着为之走去 迎着子日 这部中央台反复播放的抗日片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讲述了战争所带来的苦楚 经过多年的沉淀 更有一番感触 作为主角的杨 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 他坚韧顽强善良朴实 将中国农民所有的优良品质 都浓缩在了他身上 与他内心深处的苦大仇身 相互回应 这个形象塑造的像一个优秀的英雄 而不是贫民 故事的最后 秋叶子的死 还是点燃了他压抑已有的仇恨 完成了从贫民 当斗士的转变 那家一个游离在战争边缘的人 他是一个军人 但是作为军衣的他 只能通过商员 去了解战争的种种残酷 这也造成了他不成熟的可爱性格 在逃亡中 他时常想狠下心来 但是每次都被压抑不住的善良冲垮 终究还是适应不了战争的冷血 秋叶子 一个被军国主义愚弄的人 只能随着命运随波逐流 前方是什么 他从来都不知道 就连本心也只能隐藏在脆弱的外表下 电视中的日军军队 更是两个极端 丧心病狂 或者身不由己 当他们拿起枪食 是心狠手辣的刽子手 将一个个心存善念的平民逼成魔头 可是当他们放下武器 选择投降时 之前的罪恶就难以诉说了 他们也成了渴望和平的军国主义受害者 这场战争中 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的 但不代表他们是无辜的 原子弹下 无冤魂 确实有一定道理 三人在这种背景下 组成了一个太过理想化的故事 将内心的美好与战争的丑恶 直接对比高于生活 震撼人心 但是别忘了 为我们结束战争 带来和平的 同样是战争 狭不掩瑜 总体来说 这是中国影史上 不多地优秀电影 作为抗战电影 表现日军的暴行 是为了让我们自强 而不是延续仇恨 这部电影有很好的体现 我是牛叔 一个只知道瞎百贵的故事讲述者 如果你喜欢我的风格 添加我的微信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还有独家发布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扫不出吃亏 也扫不出上当